前段时间陆陆续续设了一些新的方法来种植蝴蝶兰 比方说网子了 吸水盆了 还有这种造景了 这一期视频就是这一系列方法的后续跟进 会看到它们现在的样子 以及我的一些体会吧 先来看这个造景的 花看上去还挺精神的 至少说明这个方法没有对它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或者说没有造成肉眼可见的伤害 肉眼可见是它表现还挺好的 再看一下叶子和根 能看得见的部分都也还不错 从放进去到现在完全没有给蝴蝶兰浇过水 但是给周围是喷过水的 您看这青苔里还冒出了两个植物 估计是混进什么种子去了吧 这边的山上倒垂的这个不行了 这个一再不成功 变成枯叶了 可以取出来了 其他的都还行 这个盆景平时打理非常的简单 只是想起来的时候 往里面喷点水就好了 因为盆的最底下是有一点水的 这个盆的底面积比较大 薄薄的一层水 就足够它蒸发很久的 我喷水也主要是因为这些青苔还有这些小植物是心境移栽过来的嘛 怕它们不太适应 所以会经常给它们喷喷水 喷水的时候如果稍加注意一下喷射的角度 盆壁上通常也没有什么水珠 但是有了也不用怕 找个纸 轻轻的一擦一吸也就没有了 我的使用体会是 这个方法不难打理 对于开着花的兰花的欣赏 这种造景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除了刚刚说的不难打理之外 主要是还是好看 从整体看 有造景的这个比单独一珠 摆在那儿要好看许多 当然造景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不一定就都是我这种 我这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尝试 你还可以做各种的组合 这种方式呢 更适合欣赏 就是花开之后摆在那儿欣赏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 当然平时这么养护也行 我把它不是做成一个活的吗 可以把花单独拿出来 施肥啊 嚼水啊等等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占地方 因为这个大玻璃缸有点大 每一棵都这么占地方的话 家里需要些地方 好 再来看石头羊的这棵 羊在石头上的这个 我的感觉是不算特别好 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根 有的根还行 但是后面有不少根 有点干 我是觉得这个石头的吸水性不算太好 所以后来我还用在上面加了一块花泥 这个照顾起来 我感觉还没有刚才那个造景的更方便 可能这个胡迪兰的根是这么裸着的吧 所以需要更经常的喷水 当然这棵之前我是没有加任何花泥 直接放在这个石头上 可能那会儿对这个根的伤害是有一些吧 后面加了花泥略微好一点 但是也还没有发现长什么新根啊之类的 可能它还需要再划一划 再来看这个吸水盆 这是我买的那个吸水盆 也是由它开始才有了后面的吸水盆 这个长了个新的根 但是看里面的根是有一些干了 感觉不太好 当桃梨下面盖住的我就不太清楚 这个吸水盆的吸水性是可以的 但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它下面这个碗太小了 装的水 装的水不多 蒸发还挺快的 所以需要经常检查 当然了 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 我可能没有频繁的检查 太懒了 所以这个盆存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您有时间 而且还能记得经常检查 那它就不是个问题 如果您可能会忘 建议您下面的盆 干脆换成一个大的 多装点水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吸水盆 这个盆下面的洞 是被一块橡皮给封住了的 看这花的表现 它很满意这个盆 我也很满意 非常省心 因为下面那个盆足够大 我从那会儿装的水到现在 我还没有添过水 它下面的水还能接触到盆 不过看上去很快也需要再添水了 也是由这个 我想到前面买的那个盆 如果也换成一个比较大的盆 就省心多了 它开着花 有高芽 还长了新根 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目前这个状态 我和花都挺满意 再来看这个三颗合种一盆 从花的表现看 我觉得这个也行 下面那个盆也足够的大 我也没有再添过水 还记得这个盆吗 它底下的洞 我们是没有封起来的 所以下面底盆的水也能进到这个盆里头来 也所以当时的水位放的不算是特别高 其实这种方法就相当于是逃利水培 但如果水位降下去了 也可以称之为逃利水器 不同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桃盆 桃盆本身能够吸水 就这盆壁上都有点潮湿 下方的套盆足够大 水放的足够多 我不需要经常添水 那照顾起来很省心 桃盆吸水的这个特性 让兰花根的周围总是非常的湿润 那这一点相信它也是很喜欢的 从它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 叶子的气色看上去还可以 花已经都落光了 但是小芽正在生长当中 现在这个温度我感觉可能是花芽 相信很快就可以二次开花了 这也是万代兰 石头上养的 原本我还想给它再次换一下盆 因为不是发现网子养殖了吗 但是我看了一下 它们似乎挺喜欢这个石头的 已经有些根粘上去了 我想一下 还是再次改主意吧 就是不动它们了 让它们在这儿长吧 你看这儿 这颗长得这么胖的一个小根 新长的 看起来万代兰和胡蝶兰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万代兰可能更耐旱一些 在这个石头上我也没有经常喷水 你看现在这个石头其实是有些干的 但是呢 万代兰就挺享受这个状态 但是下面是有水的 蝴蝶兰的话它可能会觉得有点干 你看下面的花泥 当初切开放进去是绿色的 现在也都变色了 变成褐色的 非常好 跟陶日的颜色越来越接近了 因为下面有些水 估计日后这儿也会长水苔吧 但是呢 这个组合 我倒希望它会长水苔啊 青苔啊之类的 因为如果能够长满青苔 反倒更适合这个造景 也所以这个照顾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下方的水我基本上打算永远不换 只是水少了以后往里添加水 当然如果想换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万代兰我是让它长在石头上 这个石头并没有粘在下面是摆在这儿 想拿出来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必要拿出来 不过永远不换水时间久了 也许会有肥害的问题 毕竟还是要给它施些肥 施肥的方式我准备是喷肥 那长时间下来 累积的肥害怎么处理呢 一个方法就是像刚才说的 我把石头和花一块取出来 那就可以冲洗一下嘛 还有一个方法我在想 是否可以接满水 刚里接满水那肥害的积累也就被稀释了至少是 接满水以后再倒出来 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做这个的频率应该也不需要太高 或许一年做个一次两次 应该就差不多吧 至于说把水倒出来的方式 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倾倒过来倒出来 还可以像它们清理鱼缸那样 把水吸出来 这两颗万大兰被我这么移栽到石桌上之后 可能因为折腾吧 是有一些根坏了 但是也长了新的根 而且还长了新的叶 所以既然它俩也喜欢这个方式 我也喜欢这个方式 那就暂时不折腾了吧 这个方式我还想到了遥远的未来 如果开花的时候 欣赏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玻璃缸嘛 搬到桌上就可以欣赏了 所以目前这个方式 花喜欢我喜欢 照顾起来省事 未来欣赏起来还方便 是个不错的方法 接下来就是网子种植的那些了 这是做的第一个网子 这儿还了一片叶子 根的七色看着还行 鱼下的两片叶子还凑合 花梗上的牙点有萌动 对于这个食用体会是 水苔干的太快了 这可能是第一个 水苔装的也少 也没有装花泥 所以非常快的就干了 老需要泡水或者喷水 在这个网子后面是这块石头 刚才还忘了说它 这是买的第一块吸水的石头 这个石头非常的吸水 我把这个小蓝花绑在这儿 还行吧 只要下面盘里有水 这块石头从上到下就总是湿的 所以这是真正的蟋蟀石 这是另外一个网子 这个网子里水苔多一些 还包了花泥 相对持续湿润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但是与有盆的比较 干的还是更快 就是所有用网子的水苔干的 都比用盆的快许多 也所以我对使用网子栽种兰花 我的想法是这样 这是一个比较难烂根的方法 因为它干的太快了 透气性一定特别的好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您在为烂根枯呢 试试这个方法 如果您所在地区的湿度特别大 那这个网子种植法 也是非常适合您的一种方法 那如果您所在地区比较干 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记得多放一点质量 不过呢 浇水您就可以尽情的浇 因为干的快嘛 所以不太会出现浇多水 蓝根这种情况 好 到这儿 前面尝试的那些新的方法 都看了一遍 如果您也有使用这些方法 那您的使用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